好那么旅游部分呢继续再看到水土保持局花莲分局连续第三年 在193县到的98.3公里处举办了万物粮仓大地庆典 第三届的农青河活动 那么其中因应疫情呢办理了田边俱乐部 有十场次现场直播的演出 希望民众不用到场也能够听到最在地的音乐 水土保持局花莲分局连续第三年 在193县到98.3公里处举办万物粮仓大地庆典 第三届农青河活动 其中因应疫情办理了田边俱乐部 有十场次的现场直播演出 希望民众不用到场也能够听到最在地的音乐 我们就是先设置一个舞台 开放式的提供给大家 如果你想要来这里表演 我们都欢迎你来利用这个大地舞台 可以在这个大地之中 可以去高歌一起 这个我们都是欢迎的 田边俱乐部线上演唱会 每周六下午邀请不同的表演者 轮番站上心理想舞台进行演出 让更多人透过网络 看见纵谷的魅力 提供一个安全 优质的场域 让大家来这里领略我们的农村 进而促进我们农村的经济的发展 充满艺术风情的农青河3.0版本 已经在11月市开罗登场 也持续到111年的2月13号 在后疫情时期 让各地旅人亲近大地 保览花莲纵固美景 在金黄稻穗中 找寻儿时欢乐 也是最健康有趣的亲子旅游活动 记者高商商玉力镇先放报道